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原来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风景特定区第一停车场设摊的湘明,魏珍选到临时部落市集后,一时第二停车场搭建主屋,准备四日开始营业,湘明说,将向祖林祈祷,让他们安心做生意,不要再被驱赶了。 对此,五峰乡公所秘书彭亮莫表示,第二停车场是公所向观光局争取清泉风景特定区改善工程所施作,初步查看该处地及县屋的号,英书水利用地将与相关单位在座确认,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则回应,将请停车场的管理单位五峰乡公所管理。 彭亮莫表示,公所为维护侵权整体环境,在原住民族馆的文化区规划临时部落市集,搭建石建筑屋市集,并甄选七家地方特色市集进驻,但原来在第一停车场设摊的部分湘明,在公所公告停租之后仍持续占用,因此公所在3月28日依法强力执行拆除。 丘兴,陈信等乡民抱怨他们都领有中餐秉极证兆,但清泉风景特定去没有合法的涉探地点,他们多次被驱赶,四处陈情,请求政府规划谈犯区。 农历年后,为了参加武丰乡公所通知的部落市集,征选,筹钱缴清机,欠了足金等费用后报名,隔天面试,第三天公所及公布录取名单。 结果多数常年在第一停车场设摊的湘明反而没被征选上,令他们情何以堪。 丘兴等乡民说,他们多以五六十岁,有的是爱丽风灾,受灾户,有房贷要缴,或是有老人,身杖家人要照顾,不得以靠摆摊为生。 他们在第二停车场自行搭建主屋,四日重新营业,将有外国朋友表演助兴。 他们会持续争取合法化,盼不要再驱赶他们了。 彭亮莫说,部落市及第二次征选办法经起公告制十三日中午十二点,预定十八日上午十点办理征选,你征选三家,希望湘明踊跃报名,令长期指导,将办理都市计划通盘前套,重新检讨清泉风景特定区的使用分区,以满足湘明生计的需求。